好,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鬼畜小课堂 然后呢,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麦勒迪的变调算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调人声的话,他这个算法应该怎么选择啊 首先调人声的话,注意啊,我们都是选前面这两项都是一样的 都是这个选择这个旋律类型,这个前面这个选择这个处理过的 然后后面最后有两个选项,一个是平滑的,一个是清脆的 主要是这两个有什么区别呢,一般默认的都是这种清脆的 它是默认的,是适合适用于绝大多数情况的调音,就调人声都可以用这个 然后呢,上面这个平滑的,它比较适合这种 你把这个音拉的很长,一般适合用这种平滑的算法 给人演示一下,现在是,现在这个我把这个音拉的很长 然后它用的是底下这个,就是清脆的这个算法 我们先听一下它的效果 是吧,先记住这个感觉,然后我们再切换到这个平滑算法 再听一下啊 是不是对比刚才就感觉到平滑多了,再听一遍啊 是不是 最好建议你们带上耳机听一下 可能外放听不出来差别 它是对这个音,就是这种拉长的音是做过平滑的处理的 然后呢,还有一个 就是这个平滑算法可能对降噪有一定的帮助 比如说现在这个音 如果换成,现在是这个平滑算法 如果换成清脆的算法的话 再对比听一下啊 就音量变小了,但是它稍微降,有一点降噪的效果 我把它这个音量拉到同等的这种水平 太大了,拉小了 我们把这个 这个使用这个底下这个清脆算法 然后这个使用平滑算法 但是我们把它音量给增大一点 然后我们对比一下 好像还是大了一点 再调小一点 这两个音 我再把它这个曲线拉平一点 是吧 有没有听出来区别 就是这个平滑的算法可能有一些降噪的效果 但是它会有一个副作用 就是导致这个音的音量变小 你应该要手动把它音量增大一些 一般默认情况下 你就用底下这个清脆的这个算法就可以了 好 这就是 第一个 调人声 调人声的话 这个算法应该是怎么选择 好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调乐器 调乐器的话 还是同样选择这个旋律类型的这种出力音频类型 然后算法是 我们注意啊 这句算法就是 选择这个清脆的算法了 然后就是 我们直接进软件看嘛 比如我现在有一个这个 诸葛琴模的 这个弹琴的一个素材 好 前面 注意看这里 就是前面这 这几项 就是 这Process的 然后这个 Melodic 还有这个CRISP 都跟前面这个 调人声是一样的 但是注意这里 你可以选这个Smooth 或者CRISP 就是或者 平滑或者是清脆 都可以 就是看你自己需要吧 一般 一般这样调的话 我是 我是个人习惯是调 使用这底下这个的 来调这种乐器 然后有个关键的调乐器的不同呢 其他跟调人声都一样的 就是注意啊 是这里 这个共振风补偿 这里 然后我们一般调乐器的话 我们先选中这个要处理的音 我们先听一下 没处理过的声音是什么样的吧 一个这个音是把它这个原来的拉高了一个八度 这个是降低了一个八度 听起来是这样的效果 好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处理一下 选中这两个要处理的音符 然后在这里注意啊 是调这里 把这个滑块拉到最左边 然后再听一下 你看 然后一般调乐器都是选择这样的参数 但是这也不是死的 你们可以根据这个 怎么说 就是距离情况 可以再把这个滑块 再往右拉一点点 可能会得到一些优化的效果 这样应该稍微好一些 优化一些 但是拉到最左边是什么情况呢 拉到把这个共振风 就是补偿这个滑块拉到最左边 它是完全的是模拟了这个 就是这个算法是完全跟这个Vegas里面 直接按加减号调音的效果是 几乎是一样的 我给你们听一遍 这里也是三个 也是这个琴摩的弹琴这个素材 我把它我把它一个拉高了一个八度 一个降低了一个八度 用的是这个Vegas里面这种调音加减号调音的这种方法 直接调的 你听一下 这是原音 然后是增高一个八度 降低一个八度 然后我们再看这里面这样调的算法 是吧 是跟这个Vegas是一样的吧 但是这里面还可以做一些优化 就是比如说 我再把这个补偿这个滑块 再往右边稍微拉一点点 它可能听起来要好听一些 是吧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melody4里面 这个稍微有一些区别 就是在melody4中 一般你导入一个这种调人声的素材的话 它会默认给你选择算法 它应该是自动识别出来 在这里识别出来的是这种 这种melodic算法 就是别可以在这里设置默认的算法为这个 一般调音都是都用这个就够了 其他的几乎不需要用到的 就是对于我们鬼畜 做鬼畜 无论是调人声还是调乐器来说 一般用这个算法 这种就完全够用 其他的几乎用不到 是真的 然后一般是选择了这个算法之后 它可能有时候你导入一个素材 它默认不是这个算法 然后你选择了之后 它可能要让你重新检测一下 你点一下重新检测就可以了 这里就不点了 然后你就使用它这个默认的设置 什么都不要动 然后就可以调音了 你看 然后我做了一个拉长的音 你们可以听一下 其实是这个默认的算法 是对这个是有优化过的 它这个算法比这个 麦勒迪三中默认的这种 麦勒迪三中这种平滑的算法 它还要优化过 但是听起来应该好像差不多 但是我感觉是优化过的 它应该是麦勒迪三中的这种 选择了这种平滑的这种效果 应该是只能 你们调音的时候默认的 用它默认的参数就可以了 就不要管了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在麦勒迪四中如何调乐器 调乐器的话要这样做 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 还是琴模弹琴的素材 好 我们现在看到它的算法是这个 还是这个不要动 就是这个melodic 然后注意啊 现在我们要进入另外一个模式 来改变它的这个算法 就是在这注意到没有 有一个扳手的一个图标 我们点一下 然后进入到这个音符属性的模式 然后在这个左边 或者你可以点这个打开 这个左边这个框 然后有一个算法菜单 点到这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回放的类型 我们调乐器的话 选择这个complex 就是这种复杂的这种 好 选择了之后 其他的你可以不用调 其实无所谓的 不用调 然后有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这个 把这个 这个也是相当于 3里面的那个 共振风补偿的那种 那个滑块 你把它拉到最左边 其实功能跟那个是一样的 然后就可以实现跟3完全的一样的效果 然后调完了之后 再点这个地方 就是重新返回这个调音的这个界面 我们看一下 然后这两个已经是我已经改好了的 然后就是这样 这个就是本杰克 我现在还是不能证实一切 就是这样的 大家可以 这么好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